您要欢迎收看全球现场深度周报我是李小如 这个星期我们首先来看的话题是 英国首相卡麦隆上个礼拜判欧盟是达成协议 为英国取得特殊地位之后 英国将在6月23号来进行公投 决定要续留或是脱离欧盟 而最新的民调显示 续留欧盟派的支持率是领先了15个百分点 叛欧盟领袖敲定 续留欧盟的卡麦隆 本周向国会推销这项新案 为共同铺路 赢得在野工党和自由民主党的支持 不料保守党内意见分歧 主张脱欧作风另类 身兼国会议员的伦敦市长强森 在众人鼓噪下领先开炮 和卡麦隆针锋小队 请我请我的 Right Honour friend the Prime Minister to explain to the House and to the country in exactly what way this deal returns sovereignty over any field of lawmaking to these Houses of Parliament 卡麦隆成功向欧盟争取改革 取得特殊地位 以往欧盟会员国移民 在英国工作4年 就能取得福利 现在得以延长为7年 此外英国不用负责欧元区的纾困 英国的企业不会在欧元区受到启示 英榜地位 伦敦金融中心的利益 都可获得保护 这项成就原本有力推动蓄留欧盟 但强森认为 对维护主权没有实质帮助 总是顶着一头凌乱金法 爱骑脚道车上班的强森 是一位不按牌里出牌的政治人物 他成功主办伦敦奥运 是保守党内最耀眼的明智之心 也是未来首相的热门人选 地位有如英伦版的柯P 有批评指出 他在党内唱反调 意在争取党魁宝座 由于强森搅局 目前保守党内对于是否叙利欧盟意见分歧 最新民调则显示 有4成8的民众支持卡麦隆 高株主张脱欧者15个百分点 约有两成民众尚未表态 经济和移民将是两大考量因素 英国6月23号即将举办的公投 题目是 你赞成英国继续成为欧盟会员 还是脱离欧盟 欧盟一旦失去英国这个第二大经济体 对欧盟来说将是一大打击 也将改变整个欧洲 而英国独立于欧盟 伦敦的金融地位也将不保 英国是否叙利欧盟 将由公投定夺 这次的冲击 绝对比希腊退出欧元区 还要严重得多 记者都昏迷不到 在法国北部加莱港 一个4500人的难民帐篷区 这个礼拜是面临拆除的命运 也引发了慈善团体 跟知名隐心的声援 而在收容最多难民的德国 日前落幕的柏林营展 今年是把金雄奖 颁给的难民纪录片海燕 意大利最南端的小岛 兰佩杜沙 是北非难民船 抢滩欧陆的第一站 沙丁渔罐一样挤着船舱 到岸时经常已经是满载 悶死的遗体 电影海燕 透过岛上一名12岁男童 跟一名治疗难民的医师 两个人的视角 呈现中东北非难民 拿命博取新生活之路 有多么凶险 获得今年柏林营展金雄奖肯定 评审团主席梅利史翠普说 这部电影大胆混合真实素材 与精心的叙事 让我们思考纪录片能做些什么 也让七位评审倍感震撼 意大利名导演罗西 出生于非洲国家厄利垂亚 这次在兰佩杜沙岛拍摄好几个月 多次跟着搜救队出海 才完成海燕这部作品 他在首映时表示 欧洲难民危机是大屠杀以来 最严重的人道灾难之一 不能视而不见 柏林营展向来有关切 政治议题的传统 去年地中海海上难民爆量成长 德国慷慨接纳上百万人 其中八十万人进入了柏林 自然而然成为本届营展焦点之一 观摩片还打破过去不播 儿童作品的原则 播出八个难民小朋友长进拍摄 冲击性十足的边界生活 营展主办单位为难民保留了免费票 电影院入口照立放置军款箱 场外美食摊还提供难民家乡口味 挖空心思促进族群包容与融合 但是尽头转到法国 北部加莱港附近有丛林称号的临时帐篷区 则正面临拆除的命运 加莱市府为了阻止难民在这里长久逗留 下达最后通牒 丛林南区的人需在23号清场 之后会动用公权力拆除 加莱港的难民为了四机搭船或者车 通过英吉利海峡到英国寻求庇护 或者跟家人团聚 长久下来已经在此形成一个 像贫民窟一样的简陋聚落 有基本商业与生活功能 慈善团体为他们要求更多缓冲时间 英国演艺圈包括南星 邱德洛等人也倾抚现场探视声援 当局估计拆除工作将影响一千人 准备将他们安置在附近的货柜收容区 但是义工跟慈善团体估计恐怕有高达三千人 将会因此暴露在寒风之中 无家可归 邱德洛在丛林的剧场内 朗读了一封1930年犹太作家写给纳粹掠夺者的信 反映难民当前的困境 目前英国境内已经有十万人联署 要求首相卡麦隆接受加莱的儿童 法国法官也决定暂缓23号清场的程序 准备亲自走一趟丛林 了解实际情况之后再做决定 记者诗会中报道 好 叙利亚的内战是打了五年 这个礼拜在美二两国的强势主导之下 叙利亚政府军跟反对派 是同意从今天起又条件的停火 但是对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团体的攻击行动 还是会继续进行 即使在停火协议生效前 叙利亚政府军跟反抗军 实际在首都大马士革郊区激烈交战 完全秀不出和平即将降临的气息 美国总统欧巴马跟俄国总统蒲廷 确定跳过其他国际势力 本周直接透过热线敲进了叙利亚停火协议 叙利亚当地时间27号5月零时 交战各方必须终止敌对状态 执行停火协议 但也不包括对伊斯兰国IS 跟盖达分支努斯拉阵线 等其他恐怖团体的军事行动 欧巴马期盼这次的停火状态 能为长远的和平铺路 叙利亚总统阿塞德 以致电补停 表示愿意执行停火协议 而叙利亚主要反抗团体 尽管有条件接受停火协议两周 但美国的协议 等于承认阿塞德政权的合法性 让反对派无法谅解 无论如何 叙利亚内战已打了近五年 保守估计 二十五万人离难 四百五十万人逃离家园 不仅让IS趁虚而入 扩大势力范围 也造成了欧洲难民潮 目前仍有数十万人 处于亟待援助的状态 联合国期盼停火状态 有助于援助物资的运送 但叙国内战 牵涉伊朗 沙烏地 跟美俄的角力 以及宗教因素 叙国人民 能否早日脱离苦海 还充满着太多变数 记者就很新报道 美国总统欧巴马 他上个礼拜 是很开心的 接见了一位 一百零六岁的 非裔人瑞 这位名叫做 麦克洛林的老太太 她很神奇的 让白宫沉浸在 欢乐之中 一见到欧巴马106岁的 阿嬷双女性大爆发 还跟第一夫人 蜜雪儿偏偏起骨 瘦小的阿嬷被告到的 总统跟夫人环绕 天真乐观的模样 让看到这段影片的人 心情都跟着美丽起来 美克洛林去年底 在白宫请愿望 写下想要见欧巴马一面的心愿 但只获得19人连署石沉大海 最近白宫举办黑人历史院 麦克洛林意外 获得欧巴马亲自邀约 一场树苑 记者沉秋梅报导 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 民主党的党内初选 希拉蕊虽然领先74岁的 参议员桑德斯 但是高举民主社会主义 大旗的桑德斯 在50岁以下 倾向支持民主党的 年轻选民当中 却激起了热烈的反应 因此也被形容像是 一场新形态的政治革命 内华达州初选 希拉蕊克林顿 以五个百分点 陷胜了伯尼桑德斯 桑德斯在 韩德森市的败选演说中 恭贺希拉蕊得来不易的胜利 接着话锋一转 指这场选战 他所获得的支持度 跌破了各界的眼镜 2月18号 福斯新闻网首度公布一份 桑德斯领先希拉蕊的 全国性民调 而这个星期同样的情况 也出现在路透社 进行的一份全国性民调 尽管27号将登场的南卡州初选 以及两天后 紧接着又将登场的超级星期二 希拉蕊在南方圣经代地区 握有明显的优势 但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 法国经济学家 托马斯匹凯提 还是在世界报发表的文章 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 形容桑德斯的选战 我已经成为他的支持者 在最后两至三个月 我真的非常感激 来自东北佛蒙特州的桑德斯 高龄七十四岁 是当今美国政坛唯一的一位 敢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政治人物 2006年选上参议员之后 被编入民主党阵营 进化为民主社会主义者 美国史上第一位角逐白宫总统宝座的 社会主义人士 是1900年的尤金德布斯 1928年诺曼·汤马斯也曾经六度参选 但美国在经历1950年 麦卡锡的反共十字军洗礼之后 各界便对社会主义者的红色标签 避之唯恐不及 1980年雷根掌权以来 主张缩小政府全能和扩大自由市场的 新自由主义当道 克林顿政府所走的政经路线 也大幅度的向右倾斜 民主共和两党在政治光谱上看起来 颜色越来越接近 和华尔街越走越近 离市井小民越来越远 让我拿出这个机会 为您的选择 简直和简直 我对我对民主主义者的意思 它是为了建立在 到某个中 sa到某个人 川普在人民共和党在 它竞逐出来的 因为他说到某个人 产品的产 форм留下 而且它发增加 到了某个人 RM在1968年 当他说到为了 乎皇上 这国家 critically 持维多的 政治人士的 甚至 老独的 政治人士的 监多 桑德斯选战提出的主张包括了恢复累进税制 基本实行由现行欧巴马实施的每小时10.1美元增加到15美元 免费的健保免费的公立大学管制金融业减少华尔街的影响力 通过司法系统改革来减少监狱囚犯 而在外交政策上这位一路走来反战立场从没改变的参议员 特别以伊斯兰国为例要求沙烏迪阿拉伯科威特卡达这些有钱又有壮胜军事力量的国家 应当负担起责任进行地面战 国际盟邦退居二军担任支援角色 这位主副级的参选人在50岁以下 倾向支持民主党的年轻选民这个族群 所激起的热烈反应被形容为是一种新形态的政治革命 记者王辉文整理报道 号称史上最强战斗机的美军F-22最近是部署在朝鲜半岛用来压制北韩 F-22每一架的造价都超过130亿台币 但是它的实战成绩却极其有限 因此也在美国国内引发出争议 2014年9月F-22终于参加了它第一次实战任务 和其他战机一起飞往叙利亚 空袭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据点 在这之前F-22最多只有从日本冲绳基地临时调动到韩国 参加美韩联合军事演习 F-22最初设计的目的是要以兼具逆踪和超音速飞行的能力 对付俄罗斯和中国的先进战机 但目前为止最主要的目标都在地面上而不是空中 同时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没有先进的防空武力 和中俄这些假想敌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事实上早在F-22开始服役的头几年 美国国会就为了要不要挪用预算 给功能更多元的F-35有过相当的争论 F-22没有在亚洲或阿富汗 这是一个奇妙的评论 在欧巴马总统扬言否决之下 美国国会决议把F-22的采购数量 从原本超过600架 缩减到只剩195架 这一看更不得了 每架F-22分摊的成本从1亿3800多万美元 暴增到超过4亿1000万 ABC电视台的报道说 空袭伊斯兰国的行动 F-22总共出动150架次 投掷200多枚的炸弹 而这些任务 其实只要更便宜的F-16或F-15就绰绰有余 ABC在报道中指出 F-22整个专案花费约800亿美元 服役超过10年来 原本要对付的敌人根本不存在 但美军也有话要说 军方认为 凭借F-22躲避敌人雷达的能耐 可以更接近潜在的敌方目标 但不被发现 而中俄两国在区域问题上 多次和美国针锋相对 F-22是不是真的找不到敌人 还很难说 记者徐佳仁报道 日本和中国的海权之争是不断的扩大 日本的海上保安厅近年来是持续在扩边 甚至他们就举办了海上警察特考 而这也成为日本上班族 转换跑道的新选择 一大早六点半 顶着摄氏零度的低温 这群新进入学的学员 展开每天都少不了的耐寒训练 一般的上班族或学生 可能会无法适应 但除了和海上自卫队一样 保卫领海安全 海上保安厅无论是警官还是警员 都必须在救难的场合中 面对彷徨无助的受灾民众 就像偶像剧和电影里描述的那样 也因此 正式名称为海上保安官的海防警员 训练也必须特别的严格 这里是位在福岗县门司区的海上保安学校分校 原本只收高中毕业五年以内的学生 但从2013年开始 日本政府举办海上警察特考 招收具备专业能力 像要换工作的上班族 这群年纪从30岁上下 到将近50岁的熟男 不少人背后都有特别的经历 像是35岁的沈九刚 曾经在工程县当过地方电视台摄影记者 五年前亲眼目睹 311大地震与海啸 灾民无助的眼神与悲惨的遭遇 而当过路上自卫队 吹士兵的汤浅洋水 大老远从神爱川县来受训 就是要做一点光宗耀祖的事 公寓善骑士必先立即器 海上保安学校的严格训练 除了让想要到灾难现场救人的他们 做最好的准备 也展现日本政府保护领海的决心 记者徐佳仁报道 日本去年修法满18岁就可以投票 今年夏天的众议院选举 就会出现18岁的选民了 不过日本的学生对政治的关注程度有限 如何提高年轻选民的投票率 也考验日本国内的各党各派 翻开报纸 今年刚满19岁的大学生松刚名利 因为拥有了投票权 变得更加关心社会政策 却因为不了解政治情绪 心里感觉很不安 2015年6月日本通过公职选举法修正案 将选举投票年龄下修到18岁 为了让增加的240万选民了解政治 积极参与投票 民间也举办了多次的交流会 将话题定位在政治上 广泛讨论政策 再提出意见遭到反驳 不断往来辩论中 让选民渐渐了解政治 有时下还把选举权列入上课教材中 京都的高中更结合市长选举实况与证件 当成课程内容 列举最让学生们有感的证件 像是人行道拓宽等问题 让学生开始对政治产生兴趣 自行比较候选人的证件 另外还有大学生们 自组团体举行特别讲座 扮演候选人角色发表证件 教导高中生思考候选人证件的优区点 让有效选民能发现盲点 观察更多元化后举行模拟投票 日前还有大学社团举行面对面座谈会 让学生直接对议员市长等政治人物 发问与政治社会相关问题 从直接反映民意的活动 勾起学生对政治参与感的热忱 记者 陈氏同报道 印度北部哈亚纳省上周末时发生严重的暴动 在传统总性制度上相对高级的贾特人 他们不惜以武力抗争破坏运河 造成德里地区上千万民众断水 连交通也大受影响 票汉的贾特人重火烧毁民宅 车站 封锁公路 捣毁运河 运渡政府调动九千人的部队跟民兵 进驻哈亚纳省执行戒严 据收政报部队还获得骨砂物理的金钟罩 拥有土地政治影响力的贾特人 在印度传统总性制度上算上成 但大多数人务农经济条件不算好 因此希望跟其他陆氏阶级一样 分配到较多公职跟大学名额 贾特人一个月前开始抗争 原本和平的示威上周末变成暴力 三天死了16人 另外有300人受伤 被抗议民众破坏的运河 是一千万人赖以为生的水源 邻近的德里因此没水可用 工厂被迫停工 学校星期一也停课一天 印度法律早已废除研习千年的总性制度 但过去的阶级歧视还是普遍存在 印度政府因此给予较弱势的阶层 就业跟就学上的优惠 但也引发其他族群的不满 之前国大党执政时 曾经同意给贾特人相同的待遇 但去年印度最高法院裁定 贾特人资格不服 不能享受配额 记者陈秋梅报道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也请您继续锁定 明天晚上七点半 全球现场漫游天下 我们再见 欢迎收看全球现场漫游天下 我是李小如 这个星期我们首先要来看的话题是 为了反恐 美国联邦法院下令 要求苹果公司协助联邦调查局FBI 骗入恐怖嫌犯的iPhone 但是被苹果执行长库克拒绝了 库克指出 这项要求史无前例 而且姿势体大 贸然开先例的话 会对所有智慧型手机的使用者 带来无穷的后患 为了追查9E之后 最严重的恐怖攻击事件 洛杉矶法官皮姆 上星期裁定苹果 必须提供技术协助 让FBI可以破解 已经死亡的凶手 法鲁克的手机密码 读取里头的资料 苹果执行长库克认为 政府要求他们 害自己的客户 姿势体大且危险 库克发表长达 1117次的公开信 说明这项要求带来的影响 可能远超过这起法律案件 FBI希望从法鲁克的手机 得知他跟谁接触过 以及他跟妻子计划前往的地点 但从2014年9月开始 苹果产品推出新的加密措施 使用者输入开机密码时 只要连续凑十次 所有个人资料 就会被自动删除 法鲁克使用的是四位数密码 有高达一万种可能的排列组合 因此FBI希望苹果 设计可以害尽 法鲁克手机的软件 安全专家表示政府的要求 苹果一个下午就可以办到 但问题是一旦苹果设计出一款 能够破解自家手机密码的软体 能解开的不止特定手机 而是所有iPhone都能破解 一旦这个软体被有心人士取得 后果将不堪设想 因此苹果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这项决定还获得谷歌推特脸书等科技业者的声援 苹果公司决定要将案件上述到最高法院 预料这起官司的最终判决 将对全球的科技业和隐私权 带来关键性的影响 记者陈秋梅报道 美国奥斯卡奖即将要颁奖 而本届演技类四大奖项 连续第二年是出现全由白人入围的情况 也引发了抵制 而南加大的传播与新闻学院 最近是公布了一份 针对美国主要影视产业的调查 也证明美国娱乐圈 无论目前幕后 都是由异性恋 白人和男性来掌权 在奥斯卡好白的争议声中 今年的星光大道媒体 肯定会仔细数一数 有多少非裔 亚裔的电影工作者现身红地毯 至于影视娱乐圈 目前幕后的性别和族裔 分布情况为何 南加大的传播与新闻学院 透过严谨的研究与分析 找出了答案 南加大的研究人员 以迪士尼和20世纪福斯 这类主流媒体 出品的414部电影 和电视影集为样本 分析女性与少数族裔 目前幕后所占的比例 结果发现 电影中只有29%的角色是女性 28%的角色是非白人 而非白人族群在美国总人口 占了38% 此外电影中只有2%的角色 是同志或双性 至于观众看不到的镜头背后 多达85%的导演 和71%的编剧 都是男性 由非裔男演员 和白人女演员挑大梁的 星际大战原力觉醒 全球卖出了20亿美元 破纪录的票房成绩 但史密斯博士指出 这不代表影视这门产业 会出现任何具体的变化 我觉得如果观众看 由总统的总统 直到讲话之后 我们的研究所做的 我们看到有一个 承诺的模式 在哪里有的力量 那边是男人 在镜头上 是特别是白的男人 我们现在看见 运动到奖务 是真的有反映 人们说 足够 但是整个系统 必须改变 所以结果能看得更不同 今年美國廣播公司轉播的奧斯卡頒獎典禮 演技類型的四個獎項 連續第二年入圍者都是白人 引發欠缺多樣性的抨擊聲浪 美國影音學院對此進行了檢討 表示將改革目前由白人男性主導投票結果的局面 而美國的公平就業機會委員會 也著手就好萊塢的性別歧視指控進行調查 藉由王惠文整理報導 日本東京有竹地市場 南韓首爾有一個陸梁金市場 這兩個著名的漁市場既是當地的旅遊熱點 目前也都面臨改建搬遷 其中陸梁金的新建築物 雖然就在舊市場的隔壁 但是攤位仔足精高 攤商抗爭的態度也很堅決 走進南韓首爾 全國規模最大的陸梁金水產市場 魚蟹蝦背各類生萌海鮮應有盡有 攤販熱情拉客招呼 買完直接到廠內餐廳切煮上桌 配上小菜 清酒 談天書地 就是平價又滿足的一餐 傳統特色成為南韓政府拼觀光的賣點之一 也已經是國際遊客的口袋朝聖名單 陸梁金水產市場 從1971年就在這裡營運 1982年宵禁解除後24小時營業 批發 零售 交易熱絡 每天吸引3萬名顧客 不過超過40年的建築物已經老舊 地板濕滑 散發魚腥味 負責管理的水鞋策划多年 赤資5億美元在隔壁新建了全新的大樓 現代化外觀像是月出海面的海豚 地下兩層 地面六層 有最先進衛生的冷凍與卸貨區 交易市場 還有面盒的景觀餐廳跟咖啡廳 傳統市場上流化 但原有的攤商不買賬 如果搬進新大樓 不僅攤位空間變小 租金又變貴 傳統特色也將會消失殆盡 攤商一致認為原址翻新就好 每個禮拜舉行兩次抗議 紅色背心相當醒目 市場內的燈罩也系上紅標語 表達立場 新大樓從去年10月開始招商 681個攤位到現在仍然是空殼子 水鞋跟攤商經過23回合談判都沒有共識 已經下了最後通牒 定今年3月15號為最後搬遷日 不來抽攤位就是為放棄續約 將招募新的攤商進駐 面對搬遷大線 老攤商展現強悍的民族性堅持抗爭到底 他們說這裡是人生三四十年的累積 半夜三點起來批貨 一天15個小時都待在市場裡 搬不搬形同決定未來100年家在哪裡 他們絕不願陸良金的品牌特色從此消滅 記者是會中報導 日本高齡化很嚴重 高齡夫妻不只是老來伴 也得要互相照顧 但是如果伴侶是需要長照的患者 另一半的身心和經濟壓力就會很沉重 甚至可能會為了終結對方的痛苦而萌生殺雞 根據日本的統計 英法族殺害離病伴侶的比率 男性是比女性高出三倍 這個月5號日本發生一名83歲男子 因為從兩三年前開始照顧失智症妻子 不看精神上過大的壓力 在殺妻後自首 卻也一心追求死亡 除了水完全不吃任何東西 17號身體因為過於虛弱而住院 根據了解 這對夫妻20年前退休 從東京搬來後 男子自己身體也變得不好 多次住院 去公所人員前來關心 建議提供介護服務 卻被男子拒絕 堅持要一個人照顧老婆 而被拒發生的前一天 男子女兒還申請每天午餐外送服務 希望能夠減輕父親的壓力 不少相同狀況的民眾也心有感觸 日本今年來屢屢發生 看顧生病家人 進而疲累殺人的事件 2015年中相同原因的殺人案 包括殺人未遂者就有44個人 其中男性嫌犯高達34人 是女性的三倍 負担を全て自分一人で 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 大変そういう意味で とあのメンタルの部分ですね ストレスや負担を感じてらっしゃる方 たくさん現状はいると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ね お二人がそもそもですね 孤立してしまって 地域との接待を失っている状況 今非常多あるわけですね 道具統計 目前需要照顧的慢性病患中 其中老老介護 只双方都超過60歲的老人 照顧老人比例超過6成 其中還有不少是伴侶 雙方都罹患失智症 却得互相照顧 而未来随着平均年齡增加 比例将可能會持續往上增加 記者陈氏同步道 日本部分的私立中学 近年是積極強化学生的英語能力 無論是英語繪畫或是短期的游學課程 而這些全程用英語教學的老師 竟然全都來自菲律賓 教室内音学生們 頭戴耳機 专注看著桌上電腦 認真地跟菲律賓老師 進行英語繪畫練習 我的名字是教授 她叫什麼名字 我的名字是 吳梨漢 近年來受到國際人才需求數增加影響 日本不少國中越來越注重 培養學生英語能力 特別是私立學校 與菲律賓學校合作 以便宜的費用 能夠同時供應大量師資 每週固定讓學生 一對一練習繪畫 全都是學生一對一 這就是學生長得長得喊 就是實際的英語 日媒報導 菲律賓不止教師費用便宜 教師的發音也是世界公正的一種 加上持有國際教學資格的講師很多 讓不少非國英文補習班 也看準了這股商機 實施線上跨境教學 還有補習班特地要求老師 得拿到國際教學資格 才會持續平庸 現在最重要的是 日本人的中學生 高校生 在學習班特地要求學習班特地 學習班特地要求學習班特地 在學習班特地要求教學 目前菲律宾的全英文学习环境 有份团体授课与一对一教学时间 尽管学生们一开始听不懂 老师们也会放慢讲课速度 知道学生能够习惯跟上正常速度对话 由于实施的成效不错 目前已经有其他私立学校 决定在今年跟进 让学生到治安良好的宿佛岛 实行短期游学 记者 陈师同母岛 太平洋岛国斐济遭逢史上最严重的风灾 超过40人罹难 有近万人是无家可归 更坏的消息是 菲律灾后的卫生条件恶化 很有可能会爆发资卡病毒和登格尔疫情 超级热带气泉温斯顿四月过后 从空中鸟看菲律这个太平洋岛国 大多数的村落几乎已被移位平地 幻影望去一片满目疮痍 看着心爱的家园跟信仰中心的教堂 在风灾中倒下 菲律民众常忍泪水 坚信能从这次风灾中再站起来 强度五级的超级热带气泉温斯顿 被视为南半球有史以来最强风暴 上周末以时速350公里的狂风 加在豪雨 重创斐济正由330个岛屿组成 人口只有90万的南泰岛国 居然首都苏瓦逃过一劫 但温斯顿的破坏力 依旧切断全国供电供水和通信系统 所有农田作物也全部毁于一带 8500多人住在避难中心 北京政府宣布 国家进入危机三日线的天然灾害状态 并动员军警和其他相关部门参与救灾 但依旧有民众抱怨 救灾速度太慢 而更糟的消息是 就任团队本周指出 风灾过后 各地随处可见大面积的积水 加上卫生条件快速恶化 透过并没闻传播的资卡病毒 跟登革日疫情 可能在斐济灾区爆发 而随着救难队火 陆续抵达偏远地区 离难人数恐怕还将持续攀石 这个南泰岛国的未来 不仅要面对气候暖化 海平面上升的威胁 眼前的风灾重建 更是他们最艰巨的挑战 记者就任性报道 中国的埋害严重 新鲜的空气成了奢侈品 几去年加拿大商人 首开先例贩卖空气之后 现在也有人把英国乡村的 新鲜空气卖到中国 每一罐叫价4000台币 而这种事情看起来虽然讽刺 但也凸显出中国的空污问题 住在英国西南部 多尔赛特郡的德瓦兹家族 拿着捕虫网在空中挥霍 但他们并不是在抓昆虫 而是在搜集当地乡间的新鲜空气 准备出售牟利 中国空气污染严重 雾霾天气日趋平凡 在北京的那城市 新鲜空气已成为一种奢侈品 让德瓦兹这家人嗅到商机 把多尔赛特 约克夏 威尔斯等地的新鲜空气 集结成罐密封后 以每罐80英镑 折约4000台币出售 有人痛批 一罐空气卖这种价钱 简直是敲竹杠 但德瓦兹家族 并不这么认为 尽管这种新鲜空气 在英国销入不佳 但对中国的有钱人来说 似乎颇有吸引力 透过网路订货 据说已在中国卖出180罐 近年新年期间 德瓦兹家族的里欧 前进香港促销英国空气 每15罐一个包装 卖888英镑 约合台币4万3000元 但专家认为 这种新鲜空气 纯属噱头 吸的完全不会有效果 无论是之前 来自加拿大洛基山脉的 新鲜空气 还是英国乡间的空气 都只是创造商业利益的手法 但中国严重的雾霾 绝对是沉重的课题 保守估计 中国每年因空气污染死亡的人数 已超过160万人 要吸一口新鲜的空气 或许确实是一种奢侈的幸福 记者最人先报道 位在阿拉伯湾的杜拜酋长国 最近又新增了一个世界之最 也就是夜观花园 开幕的第一个月 就吸引了超过15万人次的造访 太阳下山 暮色渐渐从天际线落下 走进这座花园 五光十色的灯光 让绿树和花都活了过来 杜拜当局投注了 810万美元的经费 在扎比尔公园内所打造的 这片全球最大的夜间照明主题乐园 聚集了各国知名的地标 野生奇景 音乐与体操表演 以及汇集各地口味的美食摊位 这里还是全球最大环保 据了艺术的展示区 画面上看到的12公尺高 缩小版的世界第一高楼 哈里发塔 是用33万个灌满 盐道水的药瓶 平凑而成 穆斯林心目中的圣地 扎赫耶德 大清真寺 是由9万个 回收慈悲慈盘所建造 近几年来 杜拜当局推动环保节能 不遗余力 像是奖励建筑装设太阳冷板 使用空调沸水来灌溉 使用温暖 使用温暖 充断在使用温暖 在土地 同时使用温暖 在使用温暖 和自责的 使用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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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拜的夜光花园去年12月底开幕 第一个月就吸引了超过15万人次造访 而受限于气候条件 仅限冬季营运 也就是将开放到今年4月底为止 记者王辉文整理报道 巴拿马曾经在16到19世纪初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 首都巴拿马城的旧城区 拥有大量的古迹和老建筑 近年来巴拿马官方是和民间投入诊件 老街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而原本窝在旧城区的帮牌分子 也因此有了重大改变 摩天大楼前的码头港关 传统渔船点缀起肩 走上陆地一看 灰色大楼在古老街区前 竟碍然失色 洋溢着怀旧风情的巴拿马旧城区 在更新之后 俨然已成观光新亮点 巴拿马旧城区 是300多年前西班牙殖民时期所建 近年来吸引民间企业投入翻新 但色彩缤纷的矮楼房 饶富趣味的街头涂鸦 全都保留了下来 这栋清爽的白色建筑 现在摇身变成大饭店 而在十几二十年前 这里可是帮派私混的场所 担任导游的蒙体内戈罗 之所以这么清楚 是因为他年轻时就是蛊惑仔 当时就整区为黑帮把持 毒品和暴力横行 少有观光客赶进来 这栋楼房过去 与他戏称为灰骷髅堡 里面的脏乱涂鸦 如今成了装饰饭店墙面的风景 蒙体内戈罗现在和哥尔曼 洗心革面开了家旅游公司 在导览之余 也会穿插他亲眼所见 帮派泄斗的人生故事 让游客对当地的发展 又更深刻的了解 除了老旧建筑和帮派同时转型 旧城区还保留了部分早期的木造民宅 市府出资破坏了传统石子路 人们得以过着原来的悠闲生活 木造阳台可以休息远眺 也是晒一场 原本是建筑师 目前担任巴拿马市副市长的班飞 过去就是在这里长大的 叹开心 旧城区仍能让他保有儿时回忆 虽然巴拿马旧城区再造 保有历史风貌 开启了新生命 不过在过程中 也有九城的居民被迫迁徙他处 显然老城区迈向现代化 还有很多难题需要克服 记者在昏迷不到 意大利的橄榄油全球闻名 但是意大利南部近年来 因为叶绿胶枯菌肆虐 上百万颗的橄榄树染病 当局是在欧盟的施压之下 被迫要大局砍树 意大利南部普利亚省的橄榄树 惨遭外来入侵的叶绿胶枯菌肆虐 近三年来 又有上百万颗橄榄树被感染 就像得了绝症 只能等死 让当地橄榄树浓 万般无奈 这些橄榄树 宛如树木绝症的叶绿胶酷菌 1892年在美国加州被发现 透过蝉作为传播媒介 原本只出现在美国跟中南美洲 但意大利 一次在进口哥斯大利加的木材石 将病菌带入国内 病菌速从南部往北蔓延 不仅是橄榄树遭殃 也迫及葡萄树 甚至影响到法国的葡萄园 欧盟去年春天开始对一国施压 迫使一国当局 砍倒超过3000棵树 引发当地农民分开 一状告上法院 法官也对砍树计划进行调查 以大利仅次于西拉 菩利亚省不仅是观光海港 更是盛产橄榄的重镇 以及第三大的葡萄酒产区 每年出产1100万公顿的橄榄 产量超过全国三分之一 这些橄榄树是许多当地家庭 世代相传的生计命脉 有些老从橄榄树 甚至已有500年历史 但专家表示 目前对这种植物癌症 完全无药可治 除了砍树焚毁 没有第二种选择 因此对意大利的橄榄树脑来说 这波灾难 短期内 还无法划下休止符 记者就人先报道 非常感谢您收看 下星期同一时间 全球现场漫游天下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